重点是 像这边不是 下面有四个 一个是分享 就是分享 让别人可以使用这个APP 还有就是这边 这边不是有一个over over就是 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可是我要请大家 知道一件事情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我们做一个投票好了 就是采买 采买那个凤梨书 假设我这边有五种凤梨书 大家你就想要知道说 哪一个凤梨书 那个百分比是多少 那种图是大家想要看的 至于说那个谁选了什么 谁选了什么 其实不应该公布出来的 好我只是提供给门厂 所以我会希望 这个地方呈现 应该是图而不是资料 所以怎么修改 所以我还是要把那一段讲 因为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是不是回到 回到自己的这个健康医馆里 回到自己的健康医馆里 这样一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点选 Appshoot 就是这份文件的外挂程式 我选Appshoot 所以我们先点Prepare 然后再去点这个Lunch 这个画面应该大家进得来 我现在要强调讲的是这一个画面 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一个画面 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这真的不是很困难 而且这个就是手机 有看到 这就是手机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我今天要讲的只有这个UX 这个UX就是它 这个使用者界面 使用者界面 这边有看到UX 其他我们 如果啦 如果你不想要呈现这个资料 这个 Add Detail View for健康医馆里 Add for View for健康医馆里 有看到 首先 首先 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Over还记得吗 我给你们看一下 Over 我刚刚不是给你们一个网页吧 这是不是叫Over Over 好 还有 还有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New 有看到New New就是这一个 可以 那如果你不要 如果啦 你不想要Over 你不想要给别人看Over 那很简单 怎么做 直接 这个 这个 把它Delete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建议 我建议 这边我们先Copy 我们先Copy 可以吗 就是 我Copy之后 储存 我是不是就变成Over 2 就是 我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Over 一个是Over2 一个是Mu Mu是一定要的 反正下面就四个功能 一个是Share 一个是Over 一个是New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同步 同步的意思就是 假设你今天手机 手机跟Google云端是同步的 好 假设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啦 反正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步真的很重要哦 那 重点是 重点是 我现在我只想动几个动作 动几个动作出现那个统计图表 你看哦 刚刚Over是出现资料 Over这个资料是可以把它给Delete 好 这 真的很容易做 然后接下来Over2 Over2我想要把它做成统计图表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点Chat 本来它是不是用一笔一笔的表格的方式来去呈现一笔一笔的记录 现在这边是不是看到Chat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会希望它出现是一个统计图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你要放置的位置 通常我会选择自中就是手机 因为有些人会在平板上面看统计图表 看你是要偏左还是偏右还是自中 我觉得自中会比较 我比较喜欢中间 中间 那当然你可不可以在手机上面看 如果你在手机上面看 左中右其实都一样 好接下来这边我们就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例如说选择一个像统计图表的图示好了 例如说这一个好了 就是等一下我这边 这边我会希望人家看到是这一个 我就不希望开这个给别人看了 可以吗 我希望他看到是这个 可是现在是no data available 他的意思就是我还看不到东西 我还看不到 那接下来 这边不是icon选好了 选好这边有一个more saving more saving的意思就是 我到底要给别人看什么图表 举例来说 我们看 看 身高有几个 身高 就是填表的人身高 的次数 例如说 那个180公分的人有三次 了解我这张图的意思 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般不是要给别人看 谁身高多少 血压多少 不是要给别人看记录 是要给别人看这个总poto 就是投票完的结果 这样可以了解 而且 而且这样子 就可以方便 我们顺便去查那个app的有效性 因为他会 资料会一直变来变去的 才对 好 然后 假设我 我今天 我重点 我这个app是要给别人去看身高 那 还要给别人看体重 就是 这是身高嘛 然后身高 然后153 有身高 然后有体重 类似这样 或者是 假设我今天 我把它换成收缩压 跟 那个 梳张压 好 类似这样子来去 给别人呈现 或者是我把它删掉 就 只放那个收缩压 在这个地方 好了 做完 做完这些设定 这设定我不一一讲 因为 我今天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给别人看那个结果画面 是可以变动的 那 这件事情 也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 就是 你可能只是交代下去 因为 真的 你能选的选项 很低 类似 如果说 我不知道自家在哪一个股 反正例如说 我就跟自家讲一下 麻烦你去摄影一下 他只要大概看一看 因为你能选择东西真的不多 就是这个栏位 刚刚这个栏位 这个栏位是不多的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最后我们就点这个Save 我点这个Save完毕之后 我重新 重新再去看 重新 再去看 这个健康医馆里 那我今天 我是从网页版 网页版 好 例如说 我再重新输入一个 例如说 178 然后体重 那个78 年龄 年龄 假设我选 找一个是这一个 然后 收缩压 135 书将压 85 心跳 心跳 角色是85 好 出穿 你去看一下 我这边平衡 不是 同步一下 同步一下 重点我要前门看这个 这一个 是不是就多出来了 这张图表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记住那个 偶尔是可以关掉 不要给别人看 你甚至把它Delete都没关系 你Delete是不给别人看 不给别人 因为不需要把别人填的资料全部都记录下来 给别人看 可是自己真实的资料会在哪里 自己真实的资料会在这里面 这里面 它真的很简单 就是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日后 你们再收集资料 你就要想办法 让大家 就是手机拿出来 现在国小 国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 就是请他们去装Appshoot 然后去把自己 比如说做完那个体检 就直接把自己的那个得到的资料 直接输入上去 不是叫老师输入 应该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 就是老师填那个身高多少体重 一张纸条 然后就直接拿给我 那个资料表也是我自己填的 可是我觉得说现在应该大家就是拿出智慧型手机 然后把得到的资讯输入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看到所有所有资料记录 这是绝对不会删掉的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跟你们分享这个从Google表单 然后Google试算表 然后以及到一个App的实际应用 我就讲完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稍微谈一谈 然后怎么样做得更美化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资讯告诉大家 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请你们真的在做App 可是你们到时候你要验收 你验收的时候 你要对于App 好像稍微了解 原来这就是App 就是为什么不要做网页版 为什么要做成App版 这样子的知识 我觉得都是必须要建立下来的 好了 那接下来我还要再介绍那个Google的地图 Google 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边App那个自家 你觉得你应该会建立一个 很快可以建立一个App了吧 对吗 可是刚刚有同学问我 就是说 这个我现在我今天教的这个部分 很适合用在问卷测验资料搜集 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要呈现 你要呈现 因为在应用面 我们开这三次的课 真的它都有实际的应用面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例如说 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网站 网站的运用 例如说上次强调讲一下 这个电脑教室 点它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你有很多那个 卫教资料 卫教资料 你看像我有很多 像Excel Excel就从入门开始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这边有影片 我点它就可以播放 甚至我可以开到最大话来播放 然后这边有进阶 然后这边有影片 你们有可能会需要用网站的方式来呈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规划三次 三次课程 还有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要上的这个公务影片 制作于FB行销 主要就是说 假设我们都会办活动 我们办那个活动 你APP也做完了 你到时候现场 你要直接 例如说用一个QR Code 发给大家 扫描 怎么样做成QR Code 这上次也跟各位分享